賞大火奪走四條人命 卻也引發建築安全疑慮 事發四樓屋內 耐心屋主全家城市臥室 消防人員搜救時發現 鐵窗完全封死 沒有預留救難逃生口 它的三個面都有裝鐵窗 那在研判那個罹難者那個部分 它是有鐵窗 那有一個是受困在鐵窗的 這個平台上面 那那個窗戶是沒有被打開的 防盜鐵窗保住的財產 卻保不住寶貴的性命 台灣公安學會表示 目前台北市屋齡30年以上 5樓以下公寓有15萬棟 超過50萬戶 沒有火災預防設施 包括消防警報系統 駐警器甚至緊急出入口設置 那麼我們政府可以 針對這一種的一個建築物 這個做專案的一個 這種的一個檢查的一個措施 比如說這一種的一個 公共安全檢查 針對這種類型的一些房屋 做輔導 讓它能夠提升這種 一個火災的預防能力 現行條例建築技術規則裡頭規定 三樓到十樓的建物 裝設鐵窗時 每隔10公尺要預留高120公分 寬75公分的緊急出入口 因為屬於私人住宅 並沒有納入公共安全檢查項目 法令規定出來 它就是有這個強制性 但是至於要怎麼去落實 當然這看有關機關的一個要求 再怎麼強制性檢查 還是呼籲民眾主動提升火災 預防設施 確保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帶新聞小事件李明華 台北報導 再來看 提升火災